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现在咱们继续学习Ami的生成代码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CSS更简单 我给您讲过 如果生成HTML 如果生成XML 今天开始咱们再学一下 如果生成CSS 为什么 因为CSS其实更简单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要生成两个CSS的属性 叫属性不好 应该就得样式单 样式 什么 一个是margin 一个是padding 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边框 一个是余白 如果说是没有CSS经验的朋友来说 没关系 我今后准备再做一套CSS的教学视频 请您期待 好 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咱们先看一下 如何去生成这些个内容 margin padding 该怎么做 我这有一个实战演习的例子 我拷贝过来 咱们马上运行了 你看我这虚拟机多慢 其实我的系统真就不慢 我这是i7的 i7的这个电脑 因为我平时还玩游戏 所以说电脑配置还低玩不了 好咱们试试 不说那个了 比如说我要生成margin 该怎么做 边框 对吧 该怎么做 咱们一般来说是怎么敲 比如说 这怎么书法的 出来讨厌 margin 你看 而且还容易敲错 咱们敲全的话 还容易敲错 对吧 比如说咱敲十个像素 说明什么呢 咱们有这个十个像素的边框 对吧 OK 那么咱们如果用amide该怎么做 非常简单 大家请看 上面有这个备注 就一个m 出来了吧 当然 这个是VS code的功能 给咱们提供了很多这种下来单提示 咱们不管 咱们就看这第一个 第一个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amide给咱们做的提示 amide给咱们做的表达式 咱们要用这个地方 怎么做 我敲m字 我直接回车 注意看 我刚才记者是第一次敲margin 我自己把英语还拼错了 对不对 那如果用这个功能的话 英语肯定就拼不错 比如说这一敲 是x 没有问题吧 非常方便 另外 拍顶 鱼白 一般咱怎么敲 p-a-d-d-i-n-g 对吧 然后一回车 再敲上一个鱼白的大小宽度 对吧 这是咱们正常的写法 对不对 那么如果用amide呢 直接敲p 对吧 敲p 大家请看 第一个就是amide的表达式 对吧 其他都不是 其他后面不加这个amide的 它都不是amide的语法 这是VS的便利的功能 咱们不管 咱们先用amide的这个属性 一回车 注意看 我敲p一回车 肯定敲不错 这个英文单词 后面再敲 多少个鱼白都可以 没有问题 OK 那么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比如说 我这个敲一个m 回车 再敲10个像素 这是不是也麻烦 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 大家请看 就这地方 怎么敲 直接敲m10 一回车 或者是一tag都可以 一tap都可以 你看 margin 我怎么还出个e 从来 m10 一回车 大家请看 就直接出来了 我都不用敲m 一个回车 敲10px 都不用这么敲 直接m10 够 就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当然了 我这个m10 出的是什么 是像素 有好多时候 咱们要出百分比呢 OK 人家amide 早就咱们想到了 直接敲m10 注意看这个p 百分比出来了 一回车 你看 百分之十 而不是上面的 十个像素了 非常方便不 太方便了 再来一遍 m10p 回车 没问题了 接下来 比例 能不能敲 m10a m是比例 对不对 一回车 比例也出来了 没有问题 非常的方便 再来一遍 m20a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非常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用过这个margin 朋友都知道 咱们这个边框 其实说 有四个方向 上下左右 四个边框 对不对 一般咱们指定边框的时候 很多的情况 是要四个边框 都要指定大小 比如说上边框 下边框 左边框 右边框 分别是10 20 30 40的时候 咱们该怎么指定呢 这个地方 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敲margin10 它只有一个10px生成 对不对 那么咱们如果敲margin10 减 减什么 再敲第二个 margin的这个 大家请看 margin后面这个数字的顺序 代表着四个边框 它分别是上右下左 从上边框开始 依次按照这个时针的顺序 进行旋转 也就是说 我敲的m10 这个10 是上边框 减 再敲 右边框 减 下边框 减 左边框 这么敲 就能够轻松的完成 这个CSS的写法 而且四个数字都出来 分别对应着 上 右 下 左 为什么是上右下 左 这个是CSS的知识 有机会 我再给您讲CSS 好 既然咱们能敲 上右下 左四个 同时肯定也能敲 百分比 对不对 百分比怎么敲 mr mr就不像话了 m10p 这是刚刚咱们学过 百分之十的margin 同时我再敲20p 注意没有减号 这个时候是什么 这是上下边框 和左右边框 前面 这个百分之十 指的是上下边框 右边这个百分之二十 指的是左右边框 你说我敲四个性评 我敲四个的时候 对应的是上右下左 分别指定 我是只敲两个 对应的是 第一个参数 对应的是上下边框 第二个呢 对应的是左右边框 我给您讲 怎么成这个讲 这个css去了 您就是这个 就是特点去 这个是css的基础 以及这个eminent 给咱们如何去生成它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咱们看 大家看看 我这四个一组 大家看能不能理解 mt ml mb mr 什么意思 我给你解释一下 mt 上边框 top 对不对 margintop ml呢 left mb呢 bottom mr呢 right 上左下右 好 咱们试试啊 比如说 咱们仅仅想设置上边框的话 敲m 哎 我这输入法很讨厌 敲mt 然后再敲一个 20 可以吧 一回车 注意看 margintop 等于20 等于20 出来了吧 mb 下边框 10 一回车 margin bottom 10 没问题吧 太方便了 ml 左 30 可以吧 没有问题 mr 然后是40 右边框 非常非常的方便 您不这么认为吗 换句话说 咱们可以单独的去指定某一个方向的边框 而且呢 给咱们提供了非常简单的写法 再往下看 再往下是什么 百分比 这个不百分比 这个是数字 大家看 就说 这个在咱们用这个CSS的时候 咱们不但可以指定正值 还可以指定复值 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呢 是让它往正方向移动 还是让它往反方向移动 在咱们这个CSS中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咱们这个坐标有一个x等于0 对吧 然后等于10的话呢 咱们这个物体向右运动 当等于复时的时候呢 这个物体呢 向左运动 这个是CSS的指示 您只要记住 在咱们Emit里面 可以指定它的复数就可以 也支持它的复数生长 比如这条 Margin呢 等于复时 比如说我的左边线 其实呢 是向左方移动10个像素 我要是 不加10呢 是向右移动10个像素 好不好 同时 同时这个Margin还能够指定 试试啊 多个 大家看看这是该怎么理解 我一个Margin等于-10 这个是左边框 没有问题 然后再到 大家看这个减号 这减号看的也不明显 大家看我这-2 我这20前面有两个减号 20前面的第一个减号 指的是-20 -20个像素 第二个减号 这个减号 这个减号是指的 从-10到-20 from to的概念啊 这个中间的减号 可能我这个 浏览器看起来 不是很明显啊 好 咱们这样的话 一挥撤 大家请看 边框就都出来了 第一个边框是上下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左右 分别指定两边的边框 和上下边框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不明白 好像内容有点多啊 但是呢 都是咱们非常常用的 CSS的tag 如果说这个CSS 非常熟悉的朋友呢 听我的这个课程呢 应该是非常的简单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ko 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